好,我们继续讲这个2.5部分 那么2.5部分呢是一个流量优化 那这个呢是要求我VLAN15和VLAN30的网络互访的业务流量 需要走以太连路 需要走以太连路 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15和30在哪 这个30呢就是在这个交换机和交换机1和R3这个网段 那么15的话是交换机3和1和5这个网段 和5这个网段 那么现在呢它怎么走呢 我们可以去拼一下或者trace一下 你比如说在Switch1上面 Switch1上面 我们拼这个10.1.15.13 我们看能通,对吧 好,但是它怎么走呢 我们去trace it 10.1.15.13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 它首先是走的这个30网段 没有问题 然后走的35网段 对吧 然后走的这个15网段 好,那我们看到 你这个本来走的就是这个以太,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互访的业务流量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用词互访 也就是去和回来都要走以太,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在交换机3上 我们再去观察一下 让它去trace it 这个10.1.30.11 看它怎么走 好,你们看 15走了 然后走145.4 走这边 然后走34 走这边 是不是这样走了一个真用机的链路 和一个串口 是不是就是不符合要求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考虑一下 为什么这样走 为什么会这样走 那么我们先考虑这个 你Switch1去访问这个网段的时候 那么看啊 这是区域0,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费管区域 它是传个区域0 然后区域0传个4 再传个3 没事吧 那按理说应该这样走 为什么这样走呢 咱不要忘了 我们2.4部分把这儿配成了一个虚论路 它是不是也变成区域0了 那么区域0是不是 我直接把路由给R5 R5直接传个R3了 没事吧 那这样的话 既由从R5过来的 又从R4过来的 我肯定会走R5 这是为什么区的时候这样走 但是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走R4呢 我们看啊 你回来的时候 你这个信息 你传递给R3 R3乘到R4 这是同一个区域是OK的 对不对 但是你能不能在R3上 通过这个区域乘到R5 不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普通区域 对吧 你只能通过R4乘到R1 乘到R5 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 你3去往这边的时候 走R5 那么R5收到了R1的一个路由信息 它下来的话肯定是R4 对吧 就走R4 就绕过来了 好 那么想 那怎么办 就让它走这边了 那是不是 我只需要你这个路由传递出来的时候 给R3 R3给R5 R5给R3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区域 如果说有骨干区域的这个功能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又有什么方法 又是把这个区域搞成训练路 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和解决方式 好 那么配置呢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们要理解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这边是去35Vlink Vpeer 然后这个是10.1.5.5 对吧 然后在5上面 然后去35Vlink 10.1.3.3 好 做完了 好 做完以后我们在3上去观察一下 这个训练路是否是OK的 Display OSPF Vlink Wave 就直接Vlink就好了 那么看 Full了 对吧 好 一定要看这个Full 看这个Full 好 那么做完以后呢 我们在Switch3上面去Tracer它一下 好 你们看 现在是不是走15 35 30了 对吧 好 就OK了 包括SwitchEU 其实我们这个 原来就是这样的 对吧 现在也不会变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Vlink 30和Vlink 15 就是通过以太网 进行业务的一个访问了 好 那这样我们这个就讲完了